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看关联的一个知识 那么我们呢,经过前边两节课的一个问题分析和解决 已经基本了解了这个过程 咱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最后通过一步一步的分析假设和验证去解决它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不妨一起来总结一下 这个关联到底它最核心和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关联它的本质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 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查找 其实就是去一个很长的致富串里边 这个响应其实就是一个很长的致富串 去一个很长的致富串里边去查找我们想要的致富 我们去使用Gava去实现致富串 通过组织编辑查找这种算法 本身其实做的事情是同样的 只不过无非就是说 我们能够感受到有点差别在于呢 有可能你给的你自己给定的一个致富串并没有那么长 而我们的响应呢通常比较长 但是长短这根本不是问题 对于算法对于原理来说 这根本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所以啊,记住最核心的一点 关联的本质是查找 那么从哪里查找 从响应当中查找 这是关联 从响应当中去查找 如果说你只是随便查找一个东西 我们讲那就是要查找 你就别把它叫成关联了 因为关联这个概念呢 它也是由于有性能证实 这这门学科 这门技术 有服务器呢 有一些验证嘛 那于是呢 我们诞生了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怎么样的方式来查找 如何查找 通过左右边界来查找 这三点总结起来 就是咱们关联的一个核心的原理 它的本质是查找的内容 从响应当中查找 连起来就是说呢 关联的本质就是通过设定 左右边界的方式 从响应当中去查找 我们需要的内容 那么问大家一个问题 被查找内容 是否动态变化 是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通过关联的方式 去查找的这些 这个内容 是否一定是动态变化的 我们才需要去查找吗 这个肯定不是问题的关键 无论这个通过设定左右边界 我们被夹着的那一部分 是动态要变的还是不变的 我们其实通过关联 都可以把它找出来 对不对 它这次不变 下次变 或者今年不变 明年变 那也无所谓 所以是否是动态变化 就根本不是观念的一个核心 和一个重点 不变化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通过设定左右边界来查找 我们如果真二八经 已经把这个作业完成了 就能够理解变不变 无所谓了 我都能够查找出来 我们设定左右边界 那就是以不变 亿万变的一个 这个通用的这么一种技术方法 和技术手段 那么因为啊 为什么我要给专门给大家提一下 是否动态变化 它不是关键呢 因为在很多教材 或者说教科书里边 或者其他的一些课件里边 可能别人会告诉你 关联的原理 就是去查找一个动态变化的东西 这是关联 它要解决的问题 但事实上 那不是关联的一个根本所在 动不动态变化 根本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所以希望大家呢 不要受到这个 这种其他的一些人的一个误导 很多人啊 很多人 特别是一些相对来说啊 这种懂点性能测试 做过点性能测试 又不是研究的特别特的一些 很容易呢 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误解 从而来误导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看问题啊 一定要去看到 它最本质的东西在哪里 不妨我们通过实验 再来验证一下 我们这个核心原理的 总结出来的这三点 我们现在呢 比方说啊 我们就不针对这个页面了 我们就针对 首页吧 我们现在在首页里边 我们随便去查找一个东西 无论它变不变化了 我们呢 打开原文件 比方说我们去查找课堂练习 这个板块 板块的这个名称 这个板块名称是不是有很多 我现在呢 来查找课堂练习 但课堂练习本身 这个名称是没变的 我先搜索到课堂练习 为什么没有找到 课堂 很奇怪啊 刚才是课堂练习 没有收到去的 现在可以了 课堂练习 好 我们看到啊 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课堂练习 这边课堂练习 这边我们看到成都大学啊 这也是一个板块的名称 好 这边课堂练习 它是静态的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左右边界 把它找出来吗 不妨来试一试 它是这是它的左边界 无论长度 我们先不管 先呢 直接把它左边界放在这 进口能短一点嘛 比方说前边不用 从这开始也行 好 我们呢 现在 新建一个X型好了 专门来做一个 关于关联的一些 更深度的实验 写个名字啊 就别别在后边 咱们就不要再用 1235这种的序号了 观点就叫啊 把这个关键字 作为X型的名称 编于后边的一个 脚本的维护 这个名称是很重要的 对于维护来说 特别我们有过一些 编码经验的同学 应该更能够深刻的理会 理解到 变量命名的一个重要性 好我们现在的话呢 要去获取的是 首页的响应 所以这个首页的 UIL地址 先把Gate请求发出去 直接insert一个newstep 选择UIL 确定 这边对应的函数 叫webUIL 发送Gate请求的 这边输入Gate请求的地址 OK一个Gate请求 发送出去了 那么我们要做关联 那就是在这个请求的前面 插入一个关联函数 service底下 webrigsaveparate 上节课如果还练习的 不够熟练的 再把这个过程巩固一下 设定参数名称 咱们就叫forum 板块 左边记刚才拷贝过来了 重新拷贝一下 这边双引号需要转译 对吧 我们呢正常按反写杠转译 好右边界继续 看看右边界说什么 好 就这个好了 确定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loutput message 输出一下 lre or string forum 来看一看 是否能够关联出来课堂练习这四个字 没有问题 这边不需要运行三次了 没有问题 我们的确把课堂练习找出来了 这个课堂练习要不要动态变化 无所谓了 它爱变不变 它变成别的什么字 我们同样可以把它找出来 这就是啊 这个关联这个功能 它的一个魅力所在 你要说它有多难 其实一点都不难 算法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自己都可以实现这个关联的左右边界 查找支付串的这种算法 包括后边节目 我们讲的关联数组 也是同样可以实现的 算法上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啊 经验告诉我 很多同学就是很难理解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去查找一个支付串而已 你设定一个左边 设定一个右边 把这些中间夹的部分找出来就完了 就这么一个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地方 但很多人就觉得 观点太难了 怎么搞都搞不明白 希望大家呢 不要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真儿八经 已经掰开了 揉碎了 把这些本质的一些东西最核心的要点都给大家去讲过 而且这个练习本身你很很快你就可以做实验了 很快 很容易可以打做 开设这个设计这个实验环境的 所以啊 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验证了 这个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同样可以找出来 所以啊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通过设定左右边界 然后呢 从响应当中去查找我们想要的值 那么现在 我们想啊 我们通过这个可以找出来这个板块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所有的板块都给找出来 或者说啊 我现在找出了这些板块 这里面我有很多板块 我们现在呢 继续来完成另外一个任务 这样我们呢 慢慢的去扩展啊 观点的更多的知识 我们现在啊 先安排一个任务 我放到观点输出这个底下啊 因为这是跟观点输出这个字 是点相关的 随机的选择一个板块 实现发帖 这个任务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一方面肯定是为了让我们学习 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些功能 观点的一些功能 另外最关键的是 我们正儿八经的这个性能测试当中 比方说我们就测这个PHP论坛啊 我们的真实场景是什么 用户 不同的账户名登录 在不同的板块里面发帖 对不对 用户不可能说 也好兄弟们 我们都一起在这个板块去发帖 没有这种可能 这是不真实的场景 那么我们既然作为信任词脚本的开发 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种真实的场景给模拟出来 那真实场景就是用户都是随机的在发帖的 在不同的板块随便的去发 所以我们呢这个场景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再次给他强调 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做的事情 不单纯只是说你把这个脚本写完 这个请求人发给服务器就算完事了 我们需要认真去思考 如何模拟出来的这个场景才是真实的 这样我们获取到的数据也才是真实的 这是信任测试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 说白了这也是这个高手和菜鸟里边很大的一个差别 当然高手和菜鸟后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差别 但是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抛出了这样一个话题 我也不给大家卖关子 我们现在呢就来看怎么来解决它 发帖本身就是一个破碎请求 没什么好说的 我现在呢要随机的选择一个板块发帖怎么办呢 我们回到发帖的这一个请求来 我把这个X名称啊 还是修改一下 这个请求啊 我们把它这个取消注释 Ctrl、Alt、U取消注释 在这个请求里边 发根据发发行房里一个板块是有什么决定的 是有这边的一个FID 等于31表明这发 发的是31这个板块也就是课堂练习 我们的课堂练习的编号啊 FID等于31 这个是我们马上可以看得到的FID等于31 对应的是课堂练习这个板块 这个概念我们得有 就是请求里边的有些关键的值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还有一个关键的值 ActionValue等于6 表示这是一个Action行为6 就是这个发帖的行为是新发一个帖子 它的Action还有一个参数叫replay 那这个表示呢 它是对某一个帖子进行回复 那如果是对某一个帖子进行回复的话呢 这边有个TID帖子的编号就需要有一个帖子编号 这样后台的PHP代码一看啊 这个Action是replay的 那看看这个对的 TID是哪一个帖子 在这个帖子的基础上进行回复 后边我们可以录制一个回帖的这么一个请求 就可以看到这里边两个东西呢 就会有所变化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了 就是我们呢 不单纯只是很简单的把脚本录过来 然后回放一下就行了 我们录完了以后 一定要去分析录出来的这个请求里边 get请求没什么好说的 就一个URL地址 也没什么好分析的了 pose请求来说 咱们正文里边有哪些东西是关键的字段 咱们是需要搞明白的 帖子这边标题内容 其他的一些选项呢 其实就跟我们发帖这个页面里边 其他的啊 这边各种各样的选项是有关系的 那么如果真正做性能测试 我们需要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系统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些选项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来确定 这个选项用还是不用 或者说呢 随机的使用 比方说这边有个选项 一有可能啊 是一和零的选择 这看我们业务系统本身的一个设置 那我就一零一零之间随机的选吧 那生成一个一和零的一个参数 然后让它随机参数化就可以了 这都是好解决的问题 技术层面都好解决 关键是我们要理解业务逻辑 因为性能测试跟业务逻辑关联性是很高的 所以啊 这些制度我们在理解 那这边呢 我们先还是把它还原到新增一个帖子的这个情况 我们来解决一下啊 如何去随机发送一个帖子 那我们讲其实就是要随机的获取到这个帖子的编号 那帖子编号在哪里 在我们的论坛的首页上就会有帖子的编号 还有帖子这个不是啊 板块的编号 还有这个板块的名称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看啊 这个关联我怎么样还能够获取到其他板块的名称 这个板块的名称我们已经获取到了啊 同时也巩固了一下啊 关于关联的这个核心原理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可能一次性把所有板块的名称全给获取到 无论你有多少个板块 我们不妨来试一试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打开这个页面的原文件 查找课堂练习 这边有个啊 但是呢 不是最全的 这只是一个最新新更新过的一个板块 我们看到这里边对应的就是课堂练习 找一找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课堂练习的 只有这两个地方 没有问题 好 那么只有这两个地方 咱们的课堂练习这个板块的名称怎么能找得出来啊 你看我们第一个板块叫课堂练习 第二个板块叫成都大学 确认一下 没有问题 第三个板块叫沙龙活动 往下走 沙龙活动 好 我们看到板块名称都在这 响应里面显示着 我们现在通过关联的方式怎么把它给找出来 通过这个设定这个左边界 我们发现了 它只能找出课堂练习 通过设定这个左边界 它只能找出程度大学 为什么 我们看到这边的左边界里边包含了一个会变的东西 那要变化的东西 我们作为左边界就会有问题 对不对 你这次变成这个了 那左边界它肯定就没有办法定位到这了 那所以的话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些要变的 我们呢 用 大家不知道是否了解正者表达式这种东西 或者说通配符啊 我们呢 让它用正者表达式用通配符的方式来解决 左边界或者右边界当中有变化的部分 那这也是可以的 好 那么我们呢 现在就来看一看啊 如果观点里边 它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我们呢 就把它用起来 比方说我现在设定的左边界是 FID等于FN下方线31作为左边界 那我们知道这个左边界本身它就是会变化的 在程度大学变成了30 那么我们能不能以这个作为左边界呢 毫无疑问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我们也可以试一下 比方说我就以这个作为左边界 这个作为右边界会不会找出很多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来 我们可以试一下 当然最终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关于观点函数的啊 这个通配符的一个使用 很简单一个知识点 我们过一下就好了 我们先来试一下 看看用这个作为左边界 这个左边界就一直没变了 这边有个双眼号转移 这个右边界不变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找出来课堂练习 还是说找到了别的东西 没错 我们发现通过这个不变的这一个呢 也能够找到课堂练习 这挺好嘛 那么我们就没必要再去纠结前面要变化的东西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单纯通过这个要变化的这个通配符 学习一下它的这个功能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 左边界还是设成 原来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会变 这个地方呢 它也会变 所以我们呢 用通配符来代替 比方说我现在啊 变成30 毫无疑问 它找到的肯定就不是课堂练习 而是成都大学了 对吧 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 找到一定是成都大学 这一个板块的名称 那现在呢 我设定一个通配符 我们切换到 数状四处 双击它啊 打开这个边界框 那么这边呢 我们把这个 数字 会变化的这个数字 作为通配符 下边有一个match case 就表示 勾上了就表示 它可以支持通配符 去掉就表示 不支持通配符 好 后边有一个 use for any digit 用锦号呢 作为任何数字的 一个通配符 它只能表示 0到9 一个数字 所以这边30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两个锦号 来表示 然后呢 勾上它 又是 这个 兼的这个符号 表示一个 任何一个字符 可以表示 所有的 ASIC码 比方说 ABC或者数字 也可以表示 大消息 好 我们呢 这边因为只是数字啊 就直接用锦号 就可以了 这边的30呢 用锦号来表示 好 我们来看看啊 这样它能找到什么 运行 课堂练习 没有问题 找到了我们的 第一个 那 按理说 我们的 成都大学啊 沙龙活动啊 后边的这些板块名称 因为都通配了嘛 不应该都被找出来吗 为什么还是只 显示了课堂练习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点 因为我们在 关联的时候呢 它默认的情况下啊 它只会把 找到的 第一个 值给输出出来 如果我们通过 这个左右边界 找到了很多 值的时候 它只会输出 第一个 这个instance 就是我们 关联函数的啊 这个选项里面 instance 默认其实是没勾的 默认没勾的话呢 它只会输出 第一个 这是一个顺序了 比方说我现在呢 把1改成2 确定啊 我们看看脚本 都增加了一个 ORD等于2的 这么一个选项 我们再来运行 这个时候 它会找到第二个 第二个对应的是 成都大学 所以它输出来 是成都大学 我们得对应第三个呢 它输出来的 就是沙龙活动 没有问题 相当于其实它找 它的确是 把所有的都找出来了 它的确是找出来了 但是由于我们的选项 只告诉它 你输出第几个 你要我输出哪一个 你告诉我顺序 我就把它输出来 就行了 这是一种很灵活的 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通过通配符 主要是了解一下 通配符的一个用法 并且这边 增加了一个斜杠DIG 表示支持以数字 作为通配符的 这么一个选项 它其实既然已经把所有的 就是被这个通配过的左右边界 包含起来的部分 全都给找出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让它全都能用起来呢 我们现在相当于还是只能用其中的一个 而且每一次还有手工去指定一个顺序 这很显然不划算 你找都找出来了 我们要用那就全部都给我用 这不就挺好 这样呢 其实就慢慢的接近我们这个课题了 怎么样能够随机的实现发帖 我们讲最重要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找到板块的编号 找到板块的编号 那么我们现在呢只是啊 通过这个关联再找这个板块的名称 那找编号是一样的道理嘛 编号它在里边也会有的 我们去设定好左右边界一定可以找出来的 这个没有问题啊 我们现在来看 它能够把所有的板块找出来 当然也能够找到所有的板块的编号 找到了所有的板块的编号 我们随机取一个编号 是不是就可以随机实现发帖了 随机取一个编号来替换我们 发帖那个POSE请求里边的这个 FID的这个值 这样就可以实现不同的板块发帖了 这个如果大家刚开始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要发给不同的板块 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你其实你就再去不同的板块 你再录一个POSE请求嘛 然后你和两个不同的板块里边POSE请求 你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 变化的值可能就是铁字标题内容和这个验证码 还有呢就是这个TID 你会发现其他都没变 那好疑问前边的都是我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 那唯一这个TID变了 那TID对应的就是一个FID啊 这个FID对应的它就是一个板块的编号嘛 我们所以可以重用同样的一个POSE请求 把FID改了 就发给了不同的板块编号 那这个这个 在没有意思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很很简单的 很笨的办法就是录两次来对比 然后找到不同的地方 我们也就找到规律了 好那么继续来看 我们现在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找到全部了 但是呢还还还要强制给它指定一个顺序 才能够真正把它用起来 那我们呢 有没有一种办法 就是把它所有找出来的东西呢 全部都拿来用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关联宿主的一个功能 那么关联宿主的这个功能呢 我们下节课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带着关联宿主的操作和 时间随机板块发题这个一起来解决 这节课呢 我们先把这个发题抛在这里啊 穿针引线已经有一些东西了 大家不妨呢 可以自己尝试着来试一试 我们现在的话呢 先把关联里边啊 这个其他的一个基础的选项 再给再给再给大家过一遍 完了以后我们呢 专门一节课来 来解决这个随机发帖的这个问题 好 咱们呢 切到这个 数字状试图 双击塔 我们看看还有其他哪些选项 是我们能够用到的 有价值的东西 这边有个 Binary Data 二进制度数据 这个我们不太会用到 我们的响应里边呢 都是这个文本类的 二进制数据呢 说白了就响应里边图片了 这图片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查找呢 验证码的查找方式啊 这个LowRunner并没有提供这样的功能 如果说大家要去查找图片验证码 因为现在啊 很多系统为了防作弊 已经不再用这种很 很土鳖的这种传统的文本验证码了 这个其实根本防不住 大家看我们直接从响应中找出来 再扔给它 根本就防不住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系统 用的都是图形验证码 因为呢图形验证码背景很复杂 有很多扰乱的背景图像和这些线条 那么我们肉眼有时候看起来都很 都都很 很吃力 所以用代码呢 通过这个图片图形识别的方式 也更难识别出来这个验证码了 这就是啊 这个图片验证码 它其实是一个杀手锏的这么一个 一个技术 防作弊啊 最好的方式 这样我们相当于我们识别不到这个图片验证码 而每一发每一次发请求验证码都不一样 我们呢没有办法识别出来 验证码发不过去服务器那边就根本不接受我们的这个请求的 就可以防止服务器呢被恶意攻击啊 大家应该明白这个意思了 就为什么我们有图片验证吧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恶意攻击 或者呢 这种跑自动化的这种脚本去抓取它服务器端的一些数据 或者呢 获取一些这个 平凡的去获取一些数据访问服务器端啊 受到这些 平凡的操作啊 导致服务器崩溃的这种情况 都是为了去避免这样的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当然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说 就是它是防小人不防君子的 对吧 君子不会去这么干 防的就是那种恶意去攻击系统的这些人 而现在这种人的确很多 对吧 我们学过web测试了 再加上lowrunner这么一学 我们呢 完全具备攻击一个系统的所有的技术实力 只不过呢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我们自己系统的测试的工作 对吧 别的呢 咱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 所以呢 这就是图形验证码 图形验证码呢 现在呢 也有很多识别的算法写的很不错的啊 道高一尺 魔高一照 利用你图形验证码的防范的手段 我哪有我识别你的这个方法 那现在的话 因为最近几年比较流行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这样一些技术啊 这当然的确是很有技术 大量的东西了 你的图形验证码 因为在你的服务器上你的图形验证码 你生成图这个生成文本的那些这个 他们的这个文文本被扭曲呀 或者被怎么样的 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 你不可能有你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一个验证码生成的这么一个库 你都是有规律的 我呢就不停的去学习你这种规律 那么无论你怎么扰乱 我都可以呢 把你的这个图片里边的验证码直接给提取出来了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PHP问的那个论坛 登录的时候 它的图片验证码 就不是单纯的 只是一个值了 这8024我们很容易提取出来啊 现在的图片这个识别的算法 很容易把这个8024给和等号给抓取出来的 但是 它有可能 这个边验证码输的就不是56了 我们通过图形验证码抓取出来的是80-24 这个减号还不见得是一个减号 或者识别出来是一个逗号 等于它能识别到的是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如果我掌握了你的规律了以后 其实像PQ问的这个论坛的图片验证码 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个 没有办法攻克的难题的 我能把这个识别出来 我当然就能识别出来 你要做的事情就80-24 我就直接通过这个 只要能把质幅找出来 这这两边就变成一个质幅处理了 我把等号问号直接就给干掉 剩下的就是我要计算的一个试子 算出一个结合 把结果然后把它往这一放 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呢 就是各有各的招 没有办法说完完全全的能够防化 这是大家理解的一个点 当然这边扩展的稍微有点多了 关于这个二进制数据呢 我们没有太多的必要 所以呢 可以直接互利不计 对这个尖号呢 它主要是针对紧号 只针对数字 那尖号呢 针对的是字符 ABC 大写的小写的这种字符 做一个通配 偶尔的话呢 就是大小写通知 Lawcase呢 表示几只匹配小写字符 Applecase表示指匹配大写字符 好 这是这样一个选项 我不再做演示 大家自己可以去做实验 这边instance我们讲过了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 查到找到很多个字以后 去第几个来作为我们的参数输出 做我们观念出来的一个结果输出 好 再往后几个选项呢 相对来说啊 都不是那么特别重要 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在这边也不再给它做演示 Relative Frame ID 这个只是针对我们 查找的响应里边 包含这个框架页面的一些响应 比方说我们像这种页面 都是一个普通的页面 并没有包含框架的 框架页面是什么样子呢 比方说上边一部分 它是一个 它显示的是A这个页面的 中下边左边有一部分 显示的B页面的内容 右边部分显示的是C页面的内容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框架布局啊 上边一部分 左边一部分 右边一部分 看上去就像一个应用程序一样 上边呢是一个通用的菜单 左边呢是一些导航的东西 右边呢是显示正文的内容 这种框架页面才会用到 否则都不会用到 所以这个我们根本很少机会会用到 不用去关注 这边Note放的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用到 就是当我们这个关联 通过设定左右边界 一个东西都没找到 一个内容都没找到的时候 我们的处理方式 默认呢 Lowrunner会直接报个错误 我们也可以让他只报一个警告 这样呢 报错的时候 意味着我们的这些脚本会停止运行 那么我们为了让脚本能够正常的运行呢 我们呢直接让他报警 报警就可以了 用Warning的这种警告的方式 这样脚本就不会被中断 而这个呢 我们可以很快的做一个实验 就来看一看吧 比方说我们是在把这边设成一个 不存在的一个左边界 他找不到 找不到了以后呢 这边我们默认是报错的 我们看看找不到的时候 他会报什么样的错 运行 报错 报了一个错误啊 脚本就会停止运行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把它改成 后边啊 我们呢 报完错以后 这个输出其实就没有办法输出了 那么后边呢 我们再来 让他把error改成Warning 这个时候我们就运行就不会看到啊 这么大红大纸的东西了 看到的就是一个警告信息 就这边相对于其实这个输出脚本在运行了 只不过呢 里边没有纸而已 这边其实是运行的是这一行代码 代码是可以不会被中断就运行的 只不过他没有关键到纸嘛 所以输出来这是一个空而已 这就是这个区别 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 即使观念不到东西呢 我们也不能让脚本 这个中断 我们这边就可以来判断 这个获取到的指是否是空 如果是空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其实他是这个没有关键成功 那么我们后边的脚本还可以继续运行吗 我们这个用户没关键成功 下个用户再关键嘛 这样新人质脚本要 因为要他要持续运行的呀 不能中间偶尔出一个错误 就直接中断了 那么我们这边如果没有关键成功 我们可以做别的处理嘛 比方说呢 记录一个日子下来 说这个地方关键没有成功 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做别的处理 而不能直接强制性上 这个脚本就中断了 好 所以这是这个选项 它的一个价值所在 那么这边 非常好理解 就是我们关键 我们要查找的内容 从响应当中 查找哪些东西 默认是查找响应的 所有的内容 我们也可以单独分开 查找响应的正文 或者响应的头 或者是这种文本类的 非非这种资源类的文件 就是文本类的 比方说JavaScript CSS HTML 这种文本类的 默认的话是呢 所有 我们这个不用去改它 了解一下就好了 Save Lens 表示当我们查找的 观念出来很长一段东西的时候 我们只保存多长 保存好长 比方说我们查找出来了100个字符 我们只保存50个长度的字符 那就相当于它会自动帮我们做一个减切 这个功能呢 本身就类似于Java里边的 这个Substream 直接减切掉中间某一部分字符 创解析出来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能 那从哪开始减切呢 所以你要勾上这个Save Offset 如果设成0 就是表示这边设成50 举个例子 那表示对于查找出来的这个字符穿 我们从第0个开始截取 截到第50个为止 如果这边设成10 那么就表示从第10个字符开始 截取50个 那就是10到60中间的这一串字符穿 被我们这个输出出来 OK 这是这两个选项的一个作用 好 这边忽略重定项 我们当一个响应页面 有时候需要去重定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忽略掉 它重定项以后的这个页面 比方说我们这边 PHP问的登录的时候 退出也一样 退出这边其实是一个页面 后边又重定项到首页 登录我们也来看看啊 这里边就牵扯到页面重定项的问题 123456 登录成功 这是一个页面 好 后边又跳转到首页 这就相当于 我发生了POSE的请求 实现登录以后 它页面做了一个跳转 叫重定项 它先提示我登录成功 再跳转到首页 那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勾选了这个忽略重定项 那相当于 假设我们要查找登录 这个响应的内容的话呢 它只会查找那个 就是刚才我们登录成功的 那个提示页面的内容 重定项到首页的 首页的这个响应的内容 就不再会被查找了 所以默认都是没有勾上的 没有勾上的话 就是两个页面内容的响应 都是它这个关联 去查找的一个 一个元素 查找的一个内容 这是这几个选项的一个作用 那么关于关联的 这个选项的基本 基本的一个用法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下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来学习 关联数组合 来一起解决 随机发板块的 发不同板块铁字的这个问题 好 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